张周某算是众望所归 包括就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 他的这个台积电 台湾现在已经是护国神山了 那当然就是说 他这个对于台湾的经济贡献 还有世界的领航 还有这个半导体的技术 都是等于是世界称许的 那我觉得由他来参加这个 就是说这种非 就是说政治性不是那么浓厚的 那他可以分享 分享尤其这一次 就是以疫情为主 就是说台湾算是少数几个国家 不受疫情的影响 我们还能够正常的维持生活的 这个运作 还有经济的这个运作 台湾有非常好的这个经验 是可以提供分享的 所以尤其是张周某 你又是整个全世界半导体 这个排名前几名的 这个企业的领导者 我觉得他又可以分享 台湾防疫的经验 以及他自己 他的这个台积电 怎么样在世界领航的经验 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 非常好的分享 那但是就是今年 比较有趣 比较就是可以观察两个点 因为今年是线上 线上的会议 因为是疫情的关系 马来西亚主办国 他就是这个 就是大家用这个 敢用视讯的会议 所以未来矚目的焦点是说 如果张周某他要露脸的话 那我们的后面 会不会出现国旗 我记得这个前阵子 那这个场地要在哪里 要在设计 我记得前阵子有在热烈的讨论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背后 可以出现我们的国旗 这个可以再看一下 那这个今年 当然是说世界转变比较大的年 而且今年是11月 我记得要办的时候 这个川普 应该还是由川普来参加 那所以大家也会关注 就是说川普现在的压力之下 如果还去参加APEC的话 会发表什么样子的谈论 跟世界各国会有 怎么样子的互动 我觉得这还蛮引发关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